当沙娃娃和雪人相爱,中间却隔着大海,该怎么办? 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定格动画,触不到的恋人 海滩上有一个由沙子聚成的娃娃,她喜欢随处移动 一会儿看看这里,一会儿看看那里 一天她在海滩捡到一个漂流瓶,里面装着一些白雪 这是沙娃娃没见过的东西 她好奇地将白雪倒在沙滩上,但是雪很快就化成了一滩水,渗进沙子里 沙娃娃为了回馈这个不知名的朋友,于是将沙子装进漂流瓶 过了不知多久,大海将漂流瓶送回了雪人这里 雪人收到沙子十分开心,她知道有人收到了自己的礼物 她将沙子倒在家里,随后在瓶子里装上了松针 沙娃娃收到松针后,将她插在脑袋上当头发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男孩 随后她将一颗海草装进了瓶子 她心想啊,雪人那里一定不常见这些东西 雪人拿到海草后,将她当成了假发 戴在头上像个美丽的长发女孩 随后,她将松果装进瓶子寄给沙娃娃 沙娃娃将松果通通戴在头上 但是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于是她干脆将松果当作自己的鼻子眼睛 这下看上去好多了 作为回报呢,她又送上了贝壳 雪人用贝壳装饰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通过漂流瓶彼此交流 用对方送给自己的东西将自己打扮得越来越漂亮 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了 但随着时间的消失,她们渐渐地爱上了彼此 也越来越渴望见到对方 思考之后,沙娃娃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在纸上写下对雪人的思念 并且迫切地想要和对方见面 雪人收到了她的消息,明白了她的意思 于是选择和她一起进入了茫茫大海 虽然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但是他们俩都没有选择回头 不久,他们的身形在海水的侵蚀下开始消散 对方送给自己的珍贵物品也渐渐脱落 但为了见彼此一面 他们依旧坚定地朝着对方的方向走去 最终在俩人即将相见的时候 他们永远地消散了 他们的身体也永远地融入了大海 这或许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的在一起吧 但更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爱情悲剧 只为了见一面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到底值不值得 可是彼此相爱的两个人 却因为没勇气踏出那一步而永远不能相见 这样的人生呢,岂不是充满着遗憾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放手 还是为爱而亡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